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疫情的应对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分别 一方面包括美国 英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 在内整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面 他们基于科学和数据 认识到最近的奥密克戎这个病毒 和两年半之前刚刚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异和不同 虽然他的传播性传染度是比较高 但是他的严重性杀伤力是比较低 现在很多国家的数据已经显示出来 现在奥密克戎所造成的损害只是侵入人体的上呼吸道 并不会侵入到他的肺部 因此造成的重症率死亡率比流行性感冒还要低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欧盟 很多成70多个国家 主要都是发达国家 已经对于旅客入境 无需呈交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 也不需要呈交疫苗护照 就是说你打了多少针的疫苗纪录 有些国家都是不需要去看 一切回复正常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香港何去何从呢 因为现在中国内地 采取了前所未有 极为严康的 动态清零 封城清零的政策 就是说最近的日子 在今年的春夏之交 上海连续封城里面 两个多月之后 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成都在内 有八个千万级人口的中心城市 都实行了严格的封城、封区、封路、封关 停工、停产、停业、停货 对整个中国的产业面 供应链 冲击得708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一两年来 所谓制止资本的无序抗张 行业反垄断和行业监管的加强 以及对境外上市的限制等等 以及一些所谓国进民退 打击私营企业的措施 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合成贸误 即是说合成贸误的意思就是 某项政策你单独来看是正确的 无限可击的 但是你不分清楚喚急的时候 堆在一起同时去实施的时候 事物就会走向反面 就形成了正确就变成贸误了 正如俗语所说 真理向前跨多一步就会变成贸误 就是这样的所谓合成贸误 就造成了现在的所谓清零封城 那些政策就展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工作的重心 令到里面来说 现在中国出现了企业倒闭潮 外资撤离潮 工人失业潮 政府财税失血潮 债务爆煲潮 村镇银行爆雷潮 乃至家庭的翻贫潮 这些状况 中国现在 今年的上半年 31个省市自治区 他们的财政赤字加上是五万多亿的人民币 再加上中央政府里面五万多亿元的财政赤字 两条数加上 中央政府和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的财政赤字 已经是超过十一万亿元的人民币 如果半年过去 全年来计算 那肯定是二十多万亿元的人民币 去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无非是一百万亿元的人民币 如果今年的全年赤字 是超过二十万亿元的人民币 即是财政赤字 是占了全年GDP的百分之二十多的话 这就是会造成凶猛的通货炮转的势头 大家不要忘记 在1949年初来说 人民解放军经过遼审、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殲灭了国民党156万的主力军 随后就开始杜光战役 在这个拉枯吹牛的军事形势的同时 那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 就雪崩一样落下来 为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国民党 他们先发行金元券 把民间的金器收到所谓中央银行的手上 继续发行银元券 结果呢? 后来所发行的金元券和银元券里面 他就猛地刃 完全抛离了当初所承诺的发行的基数 通过膨胀有如脱疆的野马一样 一笔银子上个星期可以买一只鸡的 今个星期只可以买一只鸡蛋 下个星期只可以买一只鸡毛 这样直接搞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人心丧尽 所以几个月的光影呢 这个蒋介石他们呢 国民党的政府就被毛泽东一巴掌就掃了去 台湾几个小岛里面去了 所以就说这一样东西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呢 其中失民心的要素呢 就说当通货膨胀 如浪似虎 搞到民不聊生的时候呢 就会洒向人间都是怨 那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中国大陆 是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 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件事里面是掩盖不了的 好了 问题就是到我们香港了 现在香港对于那个防疫的方针里面呢 基本上还是看着北京来去操作 做给北京看 说给北京看 所以到现在来说呢 我们香港还是实行所谓的三加四的隔离 但问题就是 你现在美国、英国、欧盟 这个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是旅客入境了 是不需要出示那个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 也不需要看你的那个打那个疫苗的 那个所谓疫苗护照 人家完全恢复了正常 是好像疫情发生之前的一样 无论是经济活动也好 这个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好 已经是回复平常 所以人家的那个经济呢 就开始这个去复苏了 但是你香港里面呢 跟着北京那个动态清零的方针 北京里面他强调的这个是制度之争 但是如果我客观来看呢 根本上对现在的新冠病毒的防疫呢 其实是一个科学问题 是一个公共卫生政策问题 那你既然你北京强调是最大的政治 是制度之争 那好了 基本法明明写得很清楚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如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变 还有 在今年七月一号 习近平主席访问香港的时候 发表重要讲话 也都强调 中央一贯支持香港要巩固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的地位 是吧 也是赞扬香港里面 是跟国际高度的接轨的 是希望香港要跟国际有一个 畅通便捷的联系 要保持高度的自由开放 这些都是习近平主席还要讲话的 原文的字句 好了 那既然 基本法批准我们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制 这个叫做一国两制 那为什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对那个防疫 已经是放开了 那我们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 那为什么不跟回这个 美国 英国 欧盟 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那套做法呢 在这个科学问题上 公共政策问题上来说 我们不要忘记 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你仍然坚持严不开的隔离措施 好了 不怕不释货 最怕货给货 你香港 十月底 十一月初 要搞一个金融科技这个节 搞这个展览 搞这个国际会议节 但是你现在还实行呢 这个叫做 三加四的这个隔离 内地还有很多地方还继续去封城 而且层层加码一刀切 好了 你看这个来头 看这个势头 看这个风头 如果你是要 下下跟中央保持一致 令自己高度自治的东西 你也是要跟内地保持一致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因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堅持一国原则 尊重两制差异 二者不可偏规 那我觉得在这个科学问题上面 这个防疫的公共卫生政策方面 也都应该尊重两制差异 那你 美国英国 或者欧盟 这个 日本韩国 新加坡 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 他们已经是 这个 放开了 这个 这个 就是 防疫的政策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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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是 流行性感冒 风土病 一样的东西 他们 不是说 草奸人命 不是说 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他们是 他们是经过整个统计学的科学数据 判断了这个 奥巴克用这个病毒及其变异 所造成的危害性严重性是低于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的 在基础上 他们只是放开了 这些国家都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 老实说 如果他们所做的事 是不顾人民的死活的 是草奸人命的 这些人民自然会反感的 难道他自己要 申请 那你变了来说 这个就是 很明显 人家所做的事 就是得到老百姓的同意 赞成 擁护 高兴 这样的事 人家才去做 这样才会拿到选票 令到自己可以连任 那我们呢 也都要想一想 你现在在香港这样的搞法 香港是一个外向小型开放的经济体 香港经济结构是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香港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的类型和内地不同 内地有它独立的工业体系 有它比较原备的制造业 有它14亿人的市场 它有条件 关起门离 搞它的自力更生 搞它的内循环 但是香港不同的 香港的经济结构 是紧紧和国际相连的 香港如果照搬内地那一套 继续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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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三加四的隔离措施的时候 不单止内部 香港搞到百业蕭条文不聊生 而且由于你这样去封关隔离 你这样就等于你透过封关隔离 三加四的隔离 就令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的持份者 纷纷撤离 或者是再不回来香港 也会令到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 封关者也会离开香港 或者不回来香港 也会令到国际航运的主要客户 他们离开香港 或者不离香港 当你 国际金融的主要持份者 被你的隔离措施 被你害怕了 撤走了 不回来 当你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 封关者 被你这样的封关隔离政策 搞到很不耐烦 不肯再回来 不肯来经过香港 以及国际航空公司 海运公司 看到你这样严酷的隔离封控措施 也怕了你香港 航空公司 他们不再来 海运公司的树也不来 那你香港的那三个中心 全部落花流水出去也 一去不复返 你香港就会变成臭港 你香港的所谓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航运中心 这个城市 就成为什么呢 金铃王气 暗延修 这样的地方 成为内地的普通城市 和国际金融、国际、国际、国际 国际、国际、国际 是完全没关系的了 所以 你想想 你看 我们今年的十月底 十一月初 搞的金融科技节 人家新加坡也是同你葬奇 在那时候搞 十一月二日搞金融科技节 你香港的93加3 3加4的隔离 人家来到新加坡就放开 那你估国际的客户 那些展览客户 参加会展这些客户 推销自己的产品的客户 你估是去新加坡 还是来香港 不用问阿贵也是去新加坡 人望高处走 水向低处留 人家是一切如常 回到疫情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经济往来 正常的对外的经济交流 投资交流 贸易交流 人家当然会去选择新加坡 好了 你机会错失了 就不会再来的 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的地位 这些国际的因素 到头来对你香港 眼尾都不收一下的时候 你的所谓 这三个中心就在那里自吹自擂 没有实质 是吧 那变成了 新加坡冷售汁的热战队 几个月前 拜登访问日本韩国的时候 已经是倡导搞印太经济框架 里面十三个发起国 当中就有新加坡 但是就没有中国 包含香港 好了 很明显 人家现在准备在印太 印度洋 太平洋的经济框架当中 就是以新加坡为国际金融中心 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水浸眼眉 我们自己本身里面 还在里面来说 搞三加四的隔离 还是不去开关 不去通关 还是闭关 这些正式的就是什么 商女不知亡国恒 隔江游畅后庭化 是吧 完全里面来说 是将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 航运中心的地位 去撞掃 而竟然即不自知